海绵宝宝和派大星 第一次看到棉花糖就迷失了自己 瞧给一旁的章鱼哥气的 海绵宝宝来到沙滩找到大脚丫子问路 先生 您知道线黄宝在哪里吗 嘿 我朋友在问你话呢 大脚丫子没有回复 海绵宝宝这才看清这是他的脚丫 但海绵宝宝不知道 把他当成了一只长着浓腻绒毛的海豚 以为他一定是中暑吗 几人二话不说 上来就要把他推进大海去 估计男人醒来后肯定想不到 自己睡个觉竟然还睡进大海了 可海绵团不曾想 男人可是拥有250斤体重的胖子 两个回合后 他们都累到不行了 接着他们就上了公路兜风 来往的群众 好选没给他们压扁 山迪还趁机占了便宜 悄悄地告诉大家 在评论区输入狗头加抱拳 能够解锁一个新的表情包 解锁的表情包在最后 长按点赞也能解锁惊喜哦 一群人跑到一台自行车下面 顺带开走自行车 接着几个人就分工出发了 海绵宝宝和派大星负责登轮子 剩余的三人负责掌控方向 蒙圈的路人一脸蒙圈 还以为见鬼了 不久 一间叫做谢宝之屋的小店映入眼帘 谢老板一脸蒙圈 自己的秘方明明藏在海里 怎么让人给偷走开店了 立马上去询问一二三 几人突然到来 大胡子也被这一幕惊呆了 这跟他改写的魔法书不一样 应该是他拿到配方 然后比起宝的所有人全部毁灭才是 海绵宝宝还想跟他交个朋友 结果不料 大胡子直接拿出魔法书 要把他们全部变消失 下一秒 所有人开始逐渐消失 然后被传送到了醍醐岛屿 就在所有人都绝望的时候 山迪掏出了从魔法书取出的一张纸 海绵宝宝果断许愿 一道亮光一画而至 所有人瞬间就重返人间 与之前的区别在于 他们全部变成了大力水手 一旁的路人都忍不住拿起手机 让大家给视频点赞 胡子书还想再次写下魔力 海绵军团瞬间行动 谢老板一把飞钱抓住了他的胳膊 直接让他动弹不得 海绵宝宝吹出泡泡 直接将魔法书飞上空中 就当他们松懈的时候 大胡子却趁机开溜 海绵军团发现后 果断朝着大胡子追击 章鱼哥直接骑上山敌 而派大星则踩着海绵宝宝的身上 看他们紧追不舍 大胡子直接换挡加速 接着连人带船飞向空中 海绵宝宝猛然一吹 瞬间飞速追上大胡子 可他却不讲武德 直接把几人甩飞出去 看到魔法书就在上方 大胡子直接爬上船帆 可他却熟然不知 海绵大军一把锁链 借力紧紧地在后面 就在大胡子马上就要得逞时 海绵团直接猛然一甩 借着强大的旋转力 勾住一旁的舰主 将船只逐渐暂停了下来 可大胡子哪能轻易放弃 章鱼哥跪在地上 用废火量吹出无数声炮 正巧将书上的泡泡打破 魔法书甚至还掉在了下面的火炉 被烧得一干二净 紧接着 海绵大军追了上来 大胡子也不甘示弱 决定与他们一决刺凶 山底果断发出嘴顿 然而却被大胡子一一挡住 只见派大星手舞太阳雪 接着召唤出无数的冰淇淋 奖励送给视频长按点赞的人 接着 在他的命令下 冰淇淋一飞冲天 冲向大胡子 可大胡子根本不慌 使出吃奶的劲开始旋转 兜了一拳 甩得冰淇淋最终不分敌我 最终一一打在派大星身上 派大星也失去了战斗力 接着大胡子掏出奶油炮 火断一发 把谢老板砸上天空 海绵宝宝不声一人弯 接着 大胡子又开启无数发大炮 还好海绵宝宝有泡泡 帮他挡住了无数攻击 甚至跳起了舞 可恰好又因派大星分了身 大胡子趁机直接又省炮 这下彻底将他击中 所有人全部丧失战斗力 大胡子以为自己天下无敌 这时 匹老板却出现在后面 这若不禁风的样子 让大胡子笑出猪叫 还告诉他除非有观众 能给你点赞支持 你才能打败我 就在这时 屏幕前的你们纷纷点赞 强大的能量直接让匹老板 变成了强壮的巨无霸 一手就能够将海盗船轻松举起 大胡子刚才的气势瞬间消失 变得温顺起来 最终拿回了谢宝秘房 附上一脚将他踹飞 海绵大军胜利的合影 最终如愿地回到海底世界 自此本片结束 喜欢海绵宝宝请点赞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